林小竹细细尝过一口自己烧出来的红烧肉 看看天色还早 却把门关紧 做了一道东坡肉 这东坡肉跟一般的红烧肉做法不同 并不用油爆炒肉块 而是大块煮熟后切成方块 用葱姜垫底 皮朝下将肉放上 再加入酱油、冰糖和葱节 倒入黄酒慢锅肉块 用砂锅加盖 灰火焖上一两个时辰 然后再装置陶罐密封 上蒸笼蒸透 原汁缩农浇至其上而成 林小竹在放黄酒的时候 便加入了红麴粉 这东坡肉与一般的红烧肉 除了烧制程序不同之外 还不用一滴水 直接用黄酒烹制而成 肉质更为的酥烂 味道更为的香醇 更加的不腻口 怎么办啊 用不用秘方 林小竹看着面前的两碗红烧肉 长长的睫毛 扑闪扑闪 然而他没有纠结多久 在第二天的上午 秦管氏便来到了小厨房 林小竹 下山 不拼墙 都出来 林小竹连忙开门出去 却见秦管氏的脸上 有一些焦躁地 在院子里夺来夺去 见他们出来 也顾不得多说什么 直接道 比赛的时间 改在了今天晚上 你们赶紧做准备吧 现在就去领食材 什么 不是说好明天的吗 胡平强急道 他做的菜 还没有令自己满意呢 秦管氏不耐烦得一白手 叫你们哪识笔就哪识笔 哪来这么多废话 说完便转了身 赶紧去领食材 动作快点 要是不愿意比赛 现在就可以退出 林小竹跟下山对视一眼 逆耸肩 跟在了秦管氏的后面 事到如今 哪有不比的道理 想要多点时间研制 不过是想精益求精罢了 胡平强丝毫没有要退出比赛的想法 见林小竹动身 连忙也跟在下山的后面 追了上来 三人领了食材 便手忙脚乱地开始做起菜来 忙得连一口水都没有空喝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秦管氏到小厨房来通知上菜 三人怀着各自复杂的心情 用石盒把精心做了大半天的菜 装了起来 提在手上跟着秦管氏来到了正院的一间偏厅之上 爷 公子 菜来了 秦管氏停住了脚步 向前湿了一里 林小竹用余光向前扫了一眼 却只见得鱼教习和马教习坐在厅里 虽是坐着 两人却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脸上跟秦管氏一样 同样有着一丝焦躁之气 莫非 三位教习做的菜贵人不满意 被骂了 林小竹暗自私存 余光不自觉地将厅里打亮了一番 果然如他猜想的那般 袁天爷既然是做了那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位贵人要防人认出他 自然是不会在他们面前露面 这厅里不要说贵人的身影 便是袁天爷和唐林远都不见踪影 倒是在两位教习的椅子旁边 垂挂着一挂宽大的珠帘 不过外面亮堂 屋里阴暗 珠帘后头那间屋子里的光景 被这么一遮挡 什么也看不见 实在是看不出 是否有人坐在里面 不过 他这还没有打亮停荡 便听到里面传来一声 熟悉的声音 证实了他的猜想 摆上来吧 却是袁天爷 听得这一声命令 吴平强下意识地便想要往里走 将菜摆到桌上 可他坐惯了缩在后头的狗熊 这下意识还没有传令到四肢 眼睛便撇向了林小竹 见林小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而下山见他不动 也是一动不动 自己赶紧将快要迈出的步子 给定住了 待见 袁石和唐威唐安 从里面出来 将他们手里的石盒 拿了过去 吴平强便暗自庆幸 自己反应快 还知道喵林小竹一眼 没有做出鲁莽的举动 爷 您是一个个场 还是一起摆上来 这句问话 却是那位贵客的 二十来岁的小丝的声音 一起摆上来 贵客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便听到一阵碗盘的声音 于教席和马教席 坐在朱连的旁边 离里面很近 透过朱连的缝隙 完全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光景 当他们看到 从吴平强和下山的石盒里面 拿出来的几乎都是肉石的时候 互相对视一眼 互笑着摇摇头 平时公子不在王爷身边 也就罢了 鞭肠莫急 管不着王爷吃的什么食物 这会自王爷来了山庄 就算是刺投罗网 哪有不被公子 这个大夫管束的道理 所以自打王爷来到山庄 这三四餐下来 他们三位大厨 在家赵虎 李维柱两位小厨 算是使尽了全身的谢叔 想做些素菜 让王爷吃些 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食物 谁知道王爷 根本就不肯吃 大发雷霆 舍不得骂公子和表公子 便拿他们出去 这两天呀 他们算是被骂惨了 就差点没有被杖责了 但公子丝毫不肯让步 王爷没法 虽把那些素菜吃了 却说忽然想起家中有事 急着要回去 让三位学徒赶紧比了赛 他好回京城去 使才到这里待了两天 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 便说要走 公子哪里肯 只得让三位学徒 先做了菜上来 算是做了一个缓冰之机 可现在架不住那天 王爷时的诡计 露出口风说喜欢吃肉 这些学徒求胜心切 便全都做了肉食上来 圆之百看到一碗一碗 摆上来的肉食 闻到他最喜欢的 红烧肉的味道 顿时跟个孩子似的 欢喜起来 眼睛笑得都成了一条缝 对儿子赞叹道 看起来 山庄这些学徒的手艺还不错 绝对不输给几位大厨 圆天也黑着脸 把脸扭到一边去 父亲要吃肉 虽说自己为他的身体着想 不让他吃 但如果让他心情不愉快 一着急上火 别再犯了病症 也是不孝 所以圆天也 明知那天父亲 对三位参赛者 使出了诡计 也没有去阻止他们做肉食 可这会儿看到 红烧肉 蒋鸭 烧鹅 香酥鹿肉 葱饱羊肉 香菇炖山鸡 全是肉食 他心里怎么都不舒服 本来这些菜都是由做菜的厨子亲自上的 而且一边上还应该一边报菜名 但圆之百不易露面 便让三个随从上菜 上菜的顺序倒是依着厨子上菜的规矩 一样一样地轮着来 最先上的是吴坪强 紧接着是下山 最后是林小竹 待上到林小竹这一份菜的时候 无论是圆天也 还是鱼教习 马教习 都眼钉钉地看着原石的手 希望林小竹能如初赛那般 做出些什么既有益于健康 又能勾住王爷食欲的新鲜吃食